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B 今天外面超好太陽 所以待會先拿車出去洗一下 不知洗車要不要排長龍呢? 還有我太太要洗牙 待會在附近找點東西吃 我太太去了洗牙 所以我自己偷偷地去美心買蛋糕吃 我很久很久沒有去美心餐廳 我去那間是Bayfield Major Mac那間 我記得以前好像多一點一件的蛋糕賣 但剛才進去其實主要都是一個個賣為主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記錯 還是可能他們改了生意方針 因為沒什麼選擇 所以我就買了它的Strawberry Shortcake 還有買了一個巧克力的Eclair Eclair這些東西是很邪惡的 這個就是Eclair 是不是很邪惡呢? 上面就是巧克力 下面就是鬆餅 然後中間的全部都是忌廉 另外這個就是Strawberry Shortcake 又是很多鮮忌廉 然後蛋糕 士多啤梨 其實雖然它沒有選擇 但是幸好有這個給我選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吃Strawberry Shortcake 我太太就一般的了 因為它是...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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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是不是好像是姓李的? 那個老闆 李老闆 但是蛋糕水準 我覺得還是可以保持到 我不會拿它跟外面那些很精緻的餅店去比 但是如果你說以一間西餐廳的西餅 我覺得它真的做得不錯 而且它始終適合我們唐人口味 就是不會太甜 是我們唐人吃甜品才會說 嗯...這個甜品不錯 不是太甜 很開心 我是很喜歡吃蛋糕 尤其是Strawberry Shortcake 還有芝士蛋糕我都很喜歡 我最喜歡就是這一塊 全忌廉 可能現在有很多人看到它 嘖...這麼噁心 但是我是超喜歡吃忌廉 其實我剛才都沒有看這兩件東西多少錢 總之兩件東西加上9元半 不正常 甜品也是這樣的價錢 先來一口大口 我想我要叫我老婆多點去洗牙才行 那我就多點機會吃蛋糕 今天來到Yanggai的Gallaria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間韓國超市 早幾天在網上找一找 讓我找到它原來有韓式熱狗買 韓式熱狗我看的那些韓國綜藝 韓劇看得多 但是我自己就沒有真正吃過 因為它們是很誇張的 其實它是像外國人的Corn Dog 但是它們完全是把它變成另一個境界 因為它們加了很多配料 好像我今天叫了兩隻來試試 第一隻就有這個是 薯仔和芝士 Monzarella芝士的韓式熱狗 剛才我看它拿去炸油爐 即是上粉漿之前 它裡面是插著整條的都是芝士來的 是超誇張超大 表面這些一粒粒的 我估計就是薯仔 另外這隻就是一個辣的Galby熱狗 就這樣看表面就好像平平無奇 沒有什麼特別 醬就是自己擠的 這個我擠得比較壞 好像被我打破了頭 現在好像在流血 全部東西都是新鮮炸的 不是炸定等你來買的 所以買的時候是要等兩三分鐘 我是超期待吃這隻辣的Galby熱狗 先試一下這隻 嘩 超大 超大 這個Galby拆辣之後 再做成一個牛肉圓 然後再上粉漿 粉漿是有點大甜的 因為它是新鮮炸氣 所以是超鬆脆的 不用說了 然後牛肉裡面也加了辣 因為我叫了辣 它有辣和不辣 不過它辣的也真的辣 所以如果不是很辣的朋友 或者我就可能會建議你吃回普通味道 咬了兩口 都還有我的臉那麼大 所以真的好大 其實整隻熱狗的過程 就是它本身竹籤上插了那個材料 然後再上粉漿 上完粉漿之後就炸 面頭除了有粉漿 其實還有一點好像包糠 所以吃起來是有刺裂的感覺 然後再有一層薄薄的白砂糖 令到它甜甜的 都挺有趣 即是鹹甜膠雜的感覺 它說牛肉其實沒有什麼肉味 我想它也不是用一些很高質的牛肉 不過以小食來計3-4元 我覺得它是值得吃過熱狗的 熱狗就真的只有一條腸 烘個包給你 但是它這個話說真的要花工序去上粉 炸 然後又花了很多心思 它除了鹹的口味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甜的口味 接下來這隻就是我的 芝士薯仔狗 哇這東西又是超大的 我又放在面子旁邊給你看看 是不是整個頭那麼大 神經病的 看到裡面的芝士嗎 哇這個是比我想像中好吃 那我剛才在面子就加了一些甜的沙律醬 因為它的芝士其實不是很濃味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吃芝士 即是不是吃開芝士的人 其實都不妨可以試一試 你不用怕它鬆啊那些 還有你都看到拉出來那一刻很鮮韌 所以吃起來都很過濃 就是很爽的 它這間店的名字就有點混亂的 我上網看就叫做Kordog 就是K-O-R-D-O-G 但是去到它的牌面 它就是寫290的 就是賣珍珠奶茶 韓式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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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會看到中間有個牌 就是這些韓式熱狗 我也是因為看到這個牌才知道原來就是Kordog 基本上的結論就是 口味新穎 咸甜膠雜 一定要新鮮吃 OK 吃完有點口渴 去買杯飲料 那我現在就來到Dantamakam的Kumbai Tea 不是不是 Sorry Sorry 是Kumbai 沒有Tea 就買了一杯烏龍辣椰 烏龍茶味都挺清香的 雖然我點了半堂 但是好像還是比我想像中甜了一點 不過那個奶香和烏龍茶是挺香的 好了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去第二道吃 如果是喜歡我的視頻 就記得訂閱讚好留言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